嗨 大家好 这里是华人政经减压中心 我是胡君梅 我是许琼月 大家应该比较少看到琼月 第一次正式露脸 实际上我跟琼月已经认识好久了 已经12年了 12年耶 从小姐变我爸上 好快哦 从2011年 其实我们应该是2010年底就开始接触了 但是2011年开始 跟琼月一起上课 琼月是我的正面启蒙老师 还有我们是一起学习的 我们一起学习长大的好姐妹的 所以今天特别邀请琼月来 琼月要跟大家分享长期照顾者的主题 这也是为什么我消失这么久没有见面的原因 原因就是你都在当照顾者了 琼月当了好几年的专任照顾者 刚开始是孩子出生我就是全职的妈妈 她是一个认真的全职妈妈 那全职妈妈不断一直在学习 一直在学习 又很爱学啊 对 然后一直在做志工 一直在做志工 所以被菊梅称为专业的志工 对 没错 对 那个时候我就是这样称呼她 对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 原来志工也有专业的 超强 那我们今天要跟琼月聊的主题呢 就是长期照顾者 其实要讲起来照顾病人的话 就是2011年我开始照顾爸爸 爸爸2014年离开 那后来就是先生生病了 就2018年到今年先生离开了 所以这也是照顾者的一个经验 就加起来多久 七年吗 七八年吧 嗯 很久欸 还好这段时间 我觉得有正面的陪伴 都是很重要 因为我的先生他生病之前 胸闷背痛两年 那我们一直找医生检查 一直检查不出原因 那因为他做电脑工作 所以通常医生觉得就是他可能是压力太大 确实那时候压力很大 对压力太大 可能他就是觉得自私不良 加上他是工程师嘛 电脑工程师 所以可能他们都觉得 这个是长期自私不良引起的胸门 所以我们看了几科以后 心脏科 第一个先怀疑的神内科 神经内科 对 或风湿免疫科 对 再后来就去看复健科 哦 后来去复健科看的时候 那个医生啊 就告诉他说 你没救了 哪里 为什么 你没救了 因为你就是做这一行的嘛 你就是长期要使用电脑 所以你当然会造成这个问题 哦 好简单的归因哦 对 所以后来 我希望他能够去做个健康检查 然后我们就约好在高铁集合这样子 等到我们坐上高铁 我要往回家路上 南部回家路上的时候 他告诉我说 他今天检查的时候 检验师告诉他 可能有异状 可能是肿瘤 你知道我跟他听到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是怎么样呢 不是晴天霹雳耶 生气吧 也没有生气耶 我们两个人松了一口气 而且 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终于找到病因了 哦 我们一直找不到原因 一直找不到 为什么胸闷背痛 然后一直复健都复健不好 一直做各种治疗 当他那一天告诉我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都松了一口气 所以那时候我们其实心里还很单纯 对整个癌症的过程搞不清楚 我就以为说是治疗完了开刀好了就好了 嗯 对 到了2019年3月的时候 当检查完正式医生告诉他 不转移 那一天当他告诉我的时候 他打电话告诉我的时候 我们两个才惊觉事态严重 嗯 不是只是单纯一个cancer 处理掉就好 对 那一天我们两个才发现 嗯 才开始紧张 嗯 嗯 然后才开始担心好像十日不多的这种感觉 所以 真正 让我感觉到威胁 感觉到 好像 整个人突然 啊 往下掉的 嗯 大概就是在2019年3月开始 接下来他就是开始进行一连串的治疗 对 嗯 不断的治疗 抗药治疗 抗药 但是 胸腺癌也没有什么药可以医啊 嗯 没有几种药可以医啊 嗯 嗯 所以 其实那一直处在一种不确定的状态 嗯 甚至当他一抗药的时候医生常要告诉我们没有 其实已经就没有药了 好像这个药我跟手指头是可以说出来的 抗药治疗 抗药患药 抗药患药 就已经好像没有什么药了 嗯 所以那时候我常常有一种很大 他心里很大的不确定感 还有就是失落 悲伤的那种感觉 嗯 是不断的涌上来的 因为好像 这个曾经你以为天的人 好像就是可以帮你顶住的人 嗯 他好像就要离开了 只要每次谈到生死议题的时候啊 其实 我的先生是不大想跟我谈这些议题的 是在他健康的时候 他就不想要谈这些议题 嗯 嗯 因为我们都有一种 御立遗嘱的概念嘛 嗯 但是他 他是不谈的 他都会说 好吧 那 我先走 嗯 所以对我来讲 我觉得 他就是我的天啊 他就是可以挡住 就是可以为我撑起一片天的人啊 然后 2019 就更确定 就觉得 好像不是那样子耶 所以 对我来讲 我要变成 从一个好像被照顾着 变成一个照顾者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是需要适应的 嗯 对 我从来不觉得 虽然我一直是照顾孩子 可能照顾我的爸爸 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照顾 我的先生 尤其是他的生病 嗯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 确实 因为他看起来一向都是强强壮壮的 所以那个震撼会很大耶 非常大 对 整个 整个就觉得 哇 这个世界要风眼变色 你知道在家里我们通常都会 比如说 拿一些比较重的东西 嗯 我们就会请男生嘛 嗯 那你家里男生就只有先生 嗯 就请他帮我拿 嗯 不管是拿什么重的东西 或者提菜 买菜要提上来 这都是他要帮我拿的 嗯 或者是走路啊 嗯 晚上要走路的时候 那我可能看不清楚 都是他牵着我走的 对 或者是很多家里有什么问题 我一定是问他的 对 家里需要修什么东西 我一定是找他的 哇 多方便啊 都是 我的生命当中有 太多的事情 都是我的先生帮我撑起来的 嗯 但是 这个 支撑我的人 他突然 他生病 嗯 嗯 他开刀了 他躺在床上 哎 我要拿重的东西 没有人可以叫啊 是我自己要拿的 要走路的时候 是我牵着他的 嗯 整个角色变掉 对 虽然我眼睛不好 可是我可以拉着他 可以注意他 哎 这里有阶梯 这里要小心 嗯 好奇怪耶 那个过程真的是 刚开始不大奇怪 嗯 但是 慢慢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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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就习惯了 你后来好像 你自己身体也不好 对不对 我记得好像也是在照顾的 这段时间里头 哦 你发觉到你假装些有状况 对 但是 那对我来讲 我觉得那是小case 我的问题跟他比起来 我就会觉得 站的位置是就是小小的 真的是很辛苦耶 你在照顾 照顾先生的同时 你自己身体有出状况 你不是拉住两头烧耶 你是好多头 我发觉你跟福松两个人 你们对于 罹患cancer这件事情 都没有很紧张很焦虑 反而是 在 移转到 五头的时候 你们才会开始 有 事态严重 对 事态严重的 那你觉得在这个 陪伴生病的过程里头 对你来讲 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困难是什么 我觉得当然是自己的情绪 我觉得自己的情绪的安装是非常重要的 这种跟这种不确定感 不确定感是什么 就是他一直处在抗痒 我不知道他生命还剩多久 就是这一种 这超挑战的耶 对 那除了情绪调食之外 你还有发觉到 在你这么长期的照顾底下 还有哪些 因为比较常的 遇动的问题或不能 我觉得首先经济 经济一定要顾虑好 还好我们有保险 对 我在陪伴他的过程里面 我对癌症有一种新的认识 就觉得他是慢性病 所以可能因为这样子 所以对我 离癌的时候 我会觉得 他就是一个慢性病 对 反而会提醒我 要怎么去照顾好自己 对 所以身体也会是一个挑战 体力嘛 你怎么 因为我需要照顾他的时候 或者尤其他 有时候住院住很久 那我怎么在医院里面 我可以 好好的 我也可以照顾好自己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还照顾好自己的心 安顿自己的心 因为病人在这当中一定是很苦的 对 对 那我 如果没有先安顿好自己的话 我怎么来照顾他 我可能就会受他很大的影响 对 两个人就一起沉下去了 对 两个一起苦 对 对 他也不可能 不可能 他都身体很苦了 他也不可能有太好的心情 对 想法也可能比较偏负面 对 那如果我们一天到晚 都是跟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家人在一起 其实能够不要被炫下去是很不容易的 对 静坐是一个非常好陪伴自己的事 也许流眼泪 也许觉得难过 其实悲伤都很正常啊 真的并不是要我们就变得什么都没事啊 对 而是我能够好好的去 不为自己这个受伤的情绪 或者是失落的情绪 或者是难过的情绪 我可以好好的去陪伴自己